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快乐的事情 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硬料华尔街 那今天呢 这个我们在盘中的时候 美国非常非常热闹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个选票慢慢的开出来 那开出来结果呢 你会发现 这盘中也反应 大部分时间应该都是拜登领先 对不对 可是呢股票上来看呢 似乎好像 也没有一个太大的 一个失落的反应 对不对 大部分觉得说 川普当选股票会比较好 但是拜登在领先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其实好像股票上也没跌 那就代表说 现在不论是谁当选 我跟各位讲都没有差 就是他不要乱就好了 这个选举结果出来 不管谁当选 落选的那个人 只要打电话出去 恭贺对方 那我跟各位讲 这个 美国选举的因素 就等于说正式宣告结束 那以外资的角度来看呢 外资你可以发现到 他在期货 也开始慢慢怎么样 不多单了 在现货的部分呢 选前就已经开始 大举做买超了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外资的 在整个美国选举告一段落之后 他对于台北股市是有高度兴趣 所以他回来买 因为今年来讲 外资大概卖了六七千亿 这个数字很可怕的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一波都是外资买上来的 外资今年在这个地方卖光光的 后面买的 我跟各位讲 有买有卖 现在持有的这个部位真的不多 选举完之后 他如果回来再买 各位 你不要觉得说 哇这已经很高了 只说很高 他不会买台北股市 他等拉回再买 我跟各位讲错 因为现在台股呢 大概有 三成的权重 都知道怎么样 看台积电 懂我意思吗 可是很多股票呢 他的位阶在哪里 在相对低档区 他跟台积电不一样 台积电在这里 很多股票呢 你自己看一下 不是一些奇奇怪的股票 国巨 郁金光 这段也跌下来了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金测啦等等 这些高价股 都还在一个相对的低档区 这个就是怎么样 外资归队之后 他会注意的一个方向 所以 后面这行情怎么规划 我跟各位讲 外资只要一回来 一定会很热闹 一定会很热闹 但目前看起来呢 大家认为川普会落选的 其实 感觉起来啦川普好像 以我这个 盘中啊 大家问一下几个美国的朋友啊 他们的反应跟我讲说 川普可能赢面比较大 为什么 明明我在台湾 明明看是拜登一路领先嘛 他们却说这个川普赢面比较大 因为他说有关键几周喔 原本预估是 拜登会当会拿到这个选举人票 结果都被翻盘 从那几个关键周来看呢 他们认为啦 当地认为啦 他觉得 这个川普呢 会连任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 整个美国期货电子盘来看呢 当有一些关键周拿下来的时候 整个期货的反应是怎么样 一度涨到垄断 那现在结果还没出来嘛 这还在进行 那我只跟各位讲 以我 当分析师的角度来看 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当选 对台湾 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他会继续打压中国 那台湾在这个舞台上呢 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为什么台商回到台湾来 对不对 现在很多工业用地 都在找 为什么很多台商在找地盖 盖厂房 对吧 那很多的这个科技业 也开始加码投资台湾 为什么 都是因为 他对于整个中国的态度 他当选的话呢 我跟各位讲 或许 有一些政策会转弯 但短时间来看呢 我跟各位讲 短期间之内 就算拜登当选好了 短期间内 去中化应该是停不下来 因为有一些政策 他会延续 延续的结果呢 会让台湾受惠 所以整个整体上来讲 台湾的在明年 很多的经济指标目前预估 都是好的 工业预估 台湾制造业产值成长 明年 可以达到4.75% 这是很久很久 没有看到的一个数字 所以明年我认为 在整个台湾的一个景气 持续好转的情况之下 尤其制造业 台北股市呢 他会持续热络一段时间 所以明年的行情 我讲的大家不要看得太淡 现在指数在万二万三 未来会成为常态 如果你去看一下台积电 在南科 在中科的布局 我相信现在很多科技人 他会有很深的感触 他们会认为说 这两年 台湾会非常非常的好 股票市场会非常非常好 万事万五 如果你去问科技人的话 他们应该会 很认同 觉得万事万五应该不是梦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明显的感受到 已经有 加班的 状况了 我在加班概念股上我曾经讲过一档股票 叫做6187的万论 今天万论有没有创新高 你们自己看得很清楚 今天万论已经来到79块 对不对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指数你看怎么跌 他是这样子跌下来 但我跟大家坚持的万论呢 我注意到 他是持续整理整理垫高然后喷出去 今天又创新高了 这过程里面 我怎么带大家坚持的 你们都看得很清楚 我送给各位的这张股票 加班概念股 他也是半导体 跟制造业有关的 今天股价呢 从这个区间上来 大盘这段期间不是很好 我的股票也没有换来换去 上个月 我的进出是很少的 会没有你们都知道 为什么 我在保护大家 因为有时候平凡交易 你逃不到便宜 因为没有行情嘛 那有一些股票我们懂得坚持的 你现在回头来看 你没有很庆幸 没有换来换去 对不对 因为今天你回头来看呢 又赚大钱 对吧 50张的万论 这张股票在这段期间 又是75万 有没有 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说这个行情各位 震荡归震荡 但是还是有股票会涨 你不要害怕 那我认为接下来买盘 渐渐归累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呢 所谓的高价股 应该会成为 人气 聚焦的一个方向 因为这两天 整个被动元件 有没有注意到 被动元件里面很多100块以上的股票 国巨啦 齐立新 华兴科啦 等等等之类的 这都在涨了 过去 一个月 我在讲被动元件的时候 我请大家先注意低价 我说低价要先涨 涨完之后呢 会变到什么 高价的在动 这是我之前我跟大家预告的事情 现在你会注意到 当买盘归队的情况之下 他的 走法 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因为这个族群 我们过去两三年来 关注的时间太长太多了 所以我知道他的惯性是怎么样 那这个已经上来了 上来之后呢 他会重新 把大家的这个 信心 换回来 然后呢 很多高价股 会开始慢慢的动 因为在这段期间 严格上来讲 很多高价的股票 都已经整理很久 为什么整理很久 主要是说 很多大咖资金的投资人 在美国选举前这一段 都已经怎么样 放假去了 都在观望 要等什么 等选举告一个段落 他们才会重新决策 才会重新进场 所以有一些高价股 我觉得在拉回过程当中 在整理过程当中 是可以注意的 我取一张股票为例子 这样叫做 6510的金测 这个地方打底很久 对不对 每次来到这个相对支撑 就拉起来 好 那现在如果气氛慢慢好转 因为他基本面不差 未来的如果突破了相对的一个压力区 你就要留意他后面会不会走这样 这样子的走势 有可能会随时喷出 这种股票 不是不能注意他 是你要持续关注他 等有一天气氛来了 一点火 我跟各位讲 他又会拉出长红K棒 这个就是赚钱的机会 那你不知道怎么买卖 我跟各位讲 等我的讯息 时间点到 我一定通知大家 要用力买 好不好 安心交给我 所以呢 这个行情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纵使 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个 思维 是认为不能买股票的 可是呢 他就是涨上来 你会怕跌 我跟各位讲 就算跌 你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目前来看 唯一能让整个股市跌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在整个疫情升温 可是呢 当疫情升温 指数趋于震荡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族群 生计概念股 他又会冒出头来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都有股票可以做 你懂我意思吗 这是 百年来很难得一见的行情 以前跌 可能股票所有股票都跌了 但现在跌是因为疫情的话 反而生计防疫概念股 他会窜出头来 所以不管涨还是跌 都有股票可以做 你们就安心 6492的升华科 我讲了 涨你都不需要我 我也希望他今天继续涨 但我讲了 这种这种股票 标股本色 他不会那么简单 这里相对的 安全的上车点在哪里 各位跟紧我就对了 好不好 该做的我会带你做 该注意的你还是要注意 你不知道怎么注意的 把电话拨通 来拿我的资料吗 我给大家的资料 各位在这段期间 加班的部分有没有经得起考验 当5G手机一出来我跟各位讲5G天线一定会动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股价有没有从这个地方开始一路涨 拉回修正之后今天有没有注意到又创波段新高 加班也是被动元件吗 所以他一动我跟各位讲说怎么样 大支的也要注意了 你都觉得不太会涨 但今天就涨给你看了 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创近期新高价 最高386 那后面怎么看 拉回可不可以买 还说不会拉回就一路上去了 这两种情况都有一些策略可以做 要做国具的 欢迎大家来找我 好不好 我一样带你会做国具 指定就好了 所以这里还有很多 可以做的股票 重点在于你敢不敢 在对的时间点 做出一些 勇敢性的决策 什么叫对的时间点 或许他急杀 或许是怎么样 他突破某个点 你要追了 因为你不追他就不回头了 所以一定要买 这种买下去的股票呢 很快 因为他关键点过了 他就是一路喷 你那个点就是起涨点 不买可能就再也没机会 等你有机会接到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在高档区了 所以到底该怎么做 交给我就对了 我会带你 从容的布局 有一些个股没有涨的时候 我请大家要特别特别留意 像这一档 对不对 我请大家你加入我的LINE群 留下你的姓名电话 然后呢我们会请专人通知大家 第三季的财报大黑马 有没有 这一档股票今天没有反应了 你们自己看 今天已经在反应了 他反应什么 而且今天的量呢已经逼近快5000张 对不对 他在反应什么 你慢慢看 我先不公告 我先不公布 但至少要让你知道说 什么股票在涨 对吧 有没有在涨了 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 我挑选的股票 各位你们安心 尤其是这种行情 买盘归队的情况之下 我讲了我一定会掌握到市场上 最标的股票给大家 所以今天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这个买盘已经在归队了 那我们要做什么 各位我前面我讲的那么多都已经涨上来了 对吧 这个我也不希望你来帮我抬轿 我们做新的嘛 绝对有 好不好 接下来 会标涨的股票在哪里 就是这一档 这一档叫做超级狠角色 什么叫超级狠角色 我告诉大家 这个资金一归队 这一档 有如脱缰的野马 会一直标 会一路喷 这一档股票 接下来 会很好赚 选前有一批资金是退场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台北股市里面追加意愿是很低落的 少了一股力量在拉抬某些标的 而 昨年开始 你会明显感受到 这个市场上 追加意愿又活过来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相信各位你看盘比我还久 这种敏感度你应该 也都知道 对不对 你也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里面追加意愿不太一样 今天盘面上来看呢 很多股票盘中 都有一些买盘 出来进来进来做个点火 应该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对不对 那 接下来什么股票 是这一批回来的人 他一定会买的标的 而这种股票他也整理很久 过去这段期间表现是非常压抑的 为什么没有人买啊 这些人没有点火 但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也休息够了 回来的情况之下 他一定会注意这张股票 这两标的叫做超级狠角色 你们不用猜是哪一档股票 直接把电话拨通 好不好 你看像上次我请大家直接加LINE 你只要留下姓名电话 我给你的这两股票 今天有没有大早 今天开始发动了吗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要那么麻烦 直接把电话拨通 上次 我请专人私下跟你讲 今天我请我的助理 全部 Online 在线上等你 你只要打到进来 你要超级狠角色的 我直接通知大家 这个超级狠角色 你不要认为说这个国具短线 这个钱 这个涨很多 我跟各位讲这个涨更多 为什么因为这个资金归对情况之下 一定会买的股票 过去很活泼 这段期间的相对压抑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还没归对 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回来了 回来要买什么 回来就是买他 因为他的股性跟他们很合 你不要去猜是哪一栏股票 自己不要乱猜 我打开你不陌生 用力买 好不好 超级狠角色 接下来 要开始狂喷的股票 因为他也整理很久了 各位现在很多股票 他是跟国具一样 他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 过去呢你在买的时候你甚至会怀疑 这到底有没有行情 但昨天拉台过后你会发现 你不会怀疑 你认为这是好的股票 因为他涨上来了 对不对 那现在要做什么 现在是 这种还没长的股票还有一大堆 你往高价股里面看 往很多中高价股 个股里面看 很多股票这段期间全部都在整理 都跟国具涨的一模一样 甚至那种走势会让你怀疑 这地方到底有没有行情 我跟各位讲他不是没有行情 你会发现到很多股票基本面都超级好 可是呢就是不会动 过去这段期间国具基本面好不好 超级好 可他不会动 为什么 因为 很多大咖资金 在等一个因素 等美国选举告一个段落 现在选举告一个段落 如果 他们就会归队 因为很多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他们的想法 会更加谨慎一点 认为 只要有一点的 这个因素在干扰 他们宁可选择不做 可是现在选举完了 告一段落了 整个资金 从国具开始 从华新科开始 整个高价股已经不太一样了 有没有注意到 代表说什么意思 代表说整个拉台的力道已经回来了 这一批人回来的情况之下 后面的行情 会非常非常的好做 安心交给我 你掌握不到的 我带你来掌握 上一次我讲了 请你加赖 这两个股票今天也没让各位失望 今天我们简单一点 我本来想要再加赖 算了啦 直接讲就好了 懂我意思吗 直接跟你讲 打到进来 一样 你打到进来投资朋友 我会请 专人直接告诉各位 超级狠角色 接下来 是哪一档股票 会让你大赚 狠不狠 你到时候你就知道 用力买就对了 我很少会用这种字眼去形容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要标 就是一路狂奔 现在 是到了很多股票准备一路狂奔的时候 过去这一段可能没什么大行情 股票呢 这个几趴几趴你就要跑掉了 但现在呢各位我跟各位讲 可能一段一段 才能跑 懂我意思吗 因为他长一段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我跟各位讲的家邦 你先回头看看 不知不觉是不是长了一段 我跟大家讲的 六四九二的生华科 有没有不知不觉长了一段 所以代表在这个行情 目前来到这个地方 续航力 已经出现了 有续航力的股票 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他在告诉你们一个讯息 就是说现在行情 跟过去这段期间 慢慢不一样了 有一些股票 可以稍微爆一下 你会赚更多 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 万论 有没有爆一下赚更多 你都看得很清楚 这都是过去在整理过程里面 我跟大家重点的重点 提醒的股票 那接下来呢 什么股票会大涨 这一档 超级狠角色 今天把电话拨通 今天不用留LINE 也不用留什么 直接打到近来 我直接跟你讲 就那么简单 好不好 节目看到这个地方 各位你要的是什么 一档会赚钱的股票 对不对 我在跟各位讲 万论有多好 跟你讲 这个彩晶怎么样 这个国具怎么样 都已经涨上来了嘛 我跟你讲没有涨的 接下来准备大涨的 就是他 你节目看到这里我希望各位都要有所收获 拿起电话就有收获 把电话拿起来 打到进来 把这人带回去 好不好 今天打到进来的 超级狠角色 接下来会让你赚很多钱的股票 直接 送给各位 去吧 就这么说 我说 去吧 小线 好 168 第四季冲刺班 最好的时代 最佳的时机 让您动足先机 全盘掌握 冲刺专线 028511 3366 02 8511 3366 顶叶投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全心照顾 0285113366 让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业投顾 0285113366 收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一 下载手机APP 随时随处直播选播 走到哪里都能看 二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 华尔街 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好好把握接下来资金归兑的行情 那这栏股票呢 会是资金归兑后 整个买盘要引爆的标的 你好把握住 这个 你今天打到进来 我就跟你讲 今天就不用什么加什么赖 好不好 我们直接一点 你想要未来一档股票 可以让你赚 一大段的投资朋友 这一档是你最好的选择 今天只要把电话拨通 来电直接通知大家上车 就那么简单 直接通知你上车 就是这一档 好好把握 资金归兑之下 即将要强力拉抬的标的 比国具 比万论 还要让你赚更多钱的股票 就是他 把电话拨通 超级 横角色 直接 送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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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168第四季冲刺班 最好的时代最佳的时机 让您动足先机全盘掌握